今天坐高铁回家注意到身边一名男子 他穿得干净得体 脸庞留下少许岁月痕迹 他忧郁的眼神时而静静往窗外 像是思考过往人生 时而双眼未必 让疲倦的身体有片刻歇息 根据个人多年行为模式研究 心理学观察及社会经验判断 这人十有八九是手机没电 有理有据 杰哥你简直是名侦探呢 请叫我夏洛克吉尔摩斯 你说你是不是闲的 你要是能把这观察力的一半 认真运用在工作上 我早给你升值加薪了 杰哥呀杰哥呀 你说你都看出来了 你为啥不做人家通电宝通电呢 就是没有一点爱心 你知道人在面对手机没有电 这种突发情况下的时候 那心是有多么恐怖 都没不住吗 你不知道 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 还是我女朋友好 老子的心了 经常给我 无微不至的帮助 女友跟我说了 两人在一起 就是要互相帮助的 你帮我做饭 我再帮你检查一下 婉喜的干不干净 好像没有什么不对的样子 很正确 作为一个有老婆的人 我是相当感受深受的 兄弟 做男人不容易呀 你想吧 有个这样的女朋友 这也太让我感动了 不过想想 这也是除了她平时 吼我 骂我 打我 我唯一感动的时刻了 我们都不知道啊 这种场面老可怕了 简直能跟 胡二公遭遇的这个情况是 一样可怕了 让我们来看看 她都遭遇了些什么吧 现在贩卖人体器官的 越来越猖狂了 上次我路过一个水果摊 有卖车里子的 我就尝了尝 当我尝到第十八个的时候 老板凑到我耳边 轻声问我 你要脸吗 我没敢出声 吓死我了 你要脸吗 你要脸吗 想不到胡二峰同学 居然遭遇了如此恐怖的事情 真是太吓人了啊 看来我得好好安慰安慰他呀 二峰 放心吧 你不需要脸 你根本不要脸 生气节不怕